佛陀的承计者 承佛是最高的极致 唯有致者能够到达 很多人问起 为什么佛陀不指定一个继承者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排另一个人 来取代这个最高的觉悟者 承佛是一个最高的成就 唯有致者能够达到 他是人间赞放的father 要获正这个最高的位置 这个人必须具有真正的资格 他要自我训练 自我教戒 他的道德背景 高超的知识 和对一切众生有超乎常人的慈悲 所以 一个人想要成佛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举例说 一个医生 不能够指定他的儿子做医生 除非他的儿子有医生的资格 一位律师不能够指定另一个人做律师 除非那个人是获得所必备的资格 一个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不能够指定另一个人是科学家 除非另一个人是拥有科学家的知识 另一方面 之所以佛陀不指定一个继承者 假设他这样做 而这个人继承了 但是又没有真实的佛陀资格 那么他的决定 就会误用权威 和误导了大众了